由于钓鱼岛纷争持续 预定由港星梁朝伟与日本偶像艺人 前田敦子合作的中日电影《1905》 形同胎死腹中 该电影的筹拍当时一度成为热议话题 吸引了亚洲各地影迷的注意 还打算在台湾日本搭建大型外景场地 并预定今年秋天在日本全国上映 然而去年9月因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恶化 梁朝伟退出演出 制作进度也停顿 导致公司资金周转不灵而宣告破产 该制作工作已经于20日向东京地方法院办理破产手续 公司目前负债约6亿4300万日元